這次要講的是 Photoshop的Progging Alpaca這個擴充程式 我相信很多人看了就是 Photoshop最近的 一個新的版本 它有很多新的功能 那我們 舊的Photoshop怎麼辦呢 你就可以利用這個 Alpaca這個擴充程式 來達到類似的功能 這個是它的介紹網站 這裡面有一些就是 我覺得比較吸引我的 Sketch 就是把你的單色稿變成彩色 其實這個StabilityVision都可以做到 還有Image 這裡 這Image就是跟那個StabilityVision很像 你給它一些提示詞 它就幫你產生這些 就是一些影像出來 然後這個呢 這個就是 可以讓你的圖 產生一些不同的變化 這個 填充喔 這個就是 據說你本來是直立式的螢幕 它可以幫你在旁邊做填充 變成那個 寬螢幕的感覺 深度圖 其實在StabilityVision的 ControlNator 裡面就可以做到了 你就可以產生深度圖 而且 可以產生的深度圖 的種類還比較多 Upscale就是 讓你的圖呢 變成比較高的解析度 其實在StabilityVision的 你的Atrus裡面 產生就是 比較高解析度的圖喔 其實這些功能 在StabilityVision裡面都有 但是它的好處是 在Photoshop裡面 你使用了這些工具以後 你還可以用Photoshop裡面 其他的工具 來做一些修改 這是它的優點 那我們就來游玩看 首先我們先切到這邊來 我們來看一下 我們來看一下 系統需求 我們必須要安裝這個Program 那這個Program 那這個Program呢 就是 比如說2021的話 你就必須要在V22.5.9以後 才能安裝 然後2022的話 你各種版本都可以 那我目前是2022的版本 所以我也可以用 但是之前的版本可能就不行了 所以各位 你自己要注意一下你的版本喔 所以這 這個Program也不是說真的 就是適合所有的版本 自己要安裝之前 要先看一下這個 是不是符合這個需求喔 那接下來要下載這個Program 要到Dashboard裡面去下載 在這下載之前呢 你必須要先Sign Up 你必須要登錄喔 好這個你就要先註冊了 輸入完Email以後 他就會寄一封Email到你的信箱裡面去 你驗證完以後就會跳到這個畫面 這裡就有一些問題 你就照你自己的想法來回答吧 然後目前呢 我們使用的是Free的這一個 然後將來可能要付費 所以我就先用這個Free的版本 這樣就進來了 接下來呢 就是要下載這個Program 點擊這個下載 按Continue 好 剛剛說到嘛 我是2022 就選擇2022 這邊就是根據你的版本 其他的版本 就不行了 就可能各位就只好放棄了 這樣 我選擇點Zip這一個 按Download 就可以開始下載了 接下來我們看一下怎麼安裝喔 在這裡 我們是不用那個Creative Cloud的這一個 所以我們 要解壓說剛下載完的那一個 然後 把這個資料夾呢 整個移到 這個Adobe的Photoshop Plogin的資料夾裡面 把它整個貼上去就可以了 好那我們來試試看 然後我們把這個下載的檔案呢 雙擊滑鼠把它打開來 雙擊滑鼠把它打開來 在Plogin這裡呢 把它拖移過去 它就已經安裝成功了 接下來我們來實際用用用看 首先先進到Photoshop裡面來 然後我們要找到AirPacker這一個 在真效模組這邊可以看到 AirPacker這一個 點下去 那另外你其實在這裡也可以看到這一個 Icon 你把它點下去 它就會出現了 那一開始是要輸入 當初註冊的Email跟你的密碼 所以各位就輸入你的Email跟密碼 這邊我已經輸入好了 就會進到這個畫面來 那這邊可以看到一個無限次的喔 我相信到後來會開始收費的時候 這邊就會出現你可以使用的次數了 那一般來說超過次數 它就會叫你去買那個點數 目前還不用錢 所以各位可以來玩玩看 那這裡有一些它可以使用的功能 有Image,Sketch,Transfer,View,Upscale,Deps等等的 那我們就依序來玩玩看 這裡有它可以選擇的Model 這邊有V3,V2,V1 還有一個Stable Diversion 1.5版的這個 那我們先從這個V3開始來用看 Prompt的話這邊有 這個 這個就是一個骰子 它可以亂數幫你產生一些Prompt 這裡就是你的正向提示詞 這裡是反向提示詞 那我們之前在Stable Diversion 所用到的正向跟反向都可以拿來這邊使用 我們先來試試看好了 它用亂數幫我們產生的這個 那這樣就幫我產生了對不對 這是我們要產生一個選舉區域 我這裡已經先產生一個空白的1920x1080的 先把它縮小一點點好了 然後你用這個選舉工具產生一個選舉區域 這樣子 你就可以按下產生 這裡的Setting的部分就是 預設是產生四張圖 你可以從這四張圖裡面挑一張你喜歡的 也可以選擇四張 產生完以後 你可以加到這個Forshare裡面的圖層 它就會疊在上面 你就可以做後續的處理 那Advanced的Setting呢 這裡呢 我一般就是維持原來的設定值就好了 那我們先按下產生好了 這是我之前做的那個 女生的夜魔俠 那你如果不想要看的話 你可以按這個把刪除 那它在產生的時候 我們就順便看一下我的夜魔俠好了 這個夜魔俠有四張圖 這樣 還不錯 基本上它都是用雲端產生的 好這裡就有產生了 我們看一下它產生的圖 四張圖 那因為它幫我們產生的是這一個 圖形畫的那個鳥的屋子 所以是像卡通一樣的那種Style 所以它長的就是這個樣子 然後你點在這裡可以把它變成圖層 把它放上去 那你也可以加入全部 所以總共四張圖全部加進來 那我們選擇加入全部好了 可以看到這邊 你的Photoshop裡面就有 四個圖層 那每個圖層就是它剛剛產生的圖 你可以把眼睛關掉 就可以看到下一張 這樣子 所以你就可以根據你的圖來做修改了 好那接下來呢 我們可以把這些圖層把它刪掉 你就可以按這個 Shift按著選了所有圖層 然後按下這個刪除 把這些圖層都刪掉 然後這個產生的那個我也不要了 我把它刪掉 選擇這個按Delete鍵 這個你產生的就刪掉了 這個夜魔俠我也把它刪了好了 反正要產生我還可以再做 好 那接下來呢 我們來用自己的Prompt試試看 這裡 有我之前的這一個 教學影片 就是 怎麼樣去安裝Stable Dibusion的這一個 然後這裡有 Prompt 日本漫畫風 好我把它複製起來 好我把它複製起來 把它貼上去 這個是反向提示詞 來看一下 把它複製起來 然後把它貼上去 我們按下產生試試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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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它會進來了 我剛剛很習慣想要點一下 它就變成大圖 因為Stable Dibusion 是這樣做的 所以就不小心做這件事情 所以它就會進來了 那其實 畫得還蠻不錯的 這樣其實還算不錯 然後這裡呢 我們可以選擇 V2的版本 然後按下產生 然後按下產生 所以從這邊可以看到這個 V2的畫風跟V3的畫風不一樣 所以各位可以選擇 你喜歡的來試試看這樣 接下來我們要玩一下這個 上色的部分 Sketch的部分 然後我們先把這個 剛剛產生的那些圖層都把它刪掉 然後把這些產生的這些圖也把它刪掉 然後選擇Sketch的部分 我們選擇V2 然後在這裡呢 我們直接畫一下圖好了 如果你有圖 有別的圖你也可以拿來用 那我這邊先隨便畫一下 然後這個Setting的部分 就選這樣子就好了 還是一樣四張圖 然後這裡的話 可能要選一下 就是 描述一下這個 我們來看一下喔 這個 這個 我們用的就是跟剛剛一樣的Prompt 好了 然後按下產生 這個 然後按下產生 然後按下產生 選這一張好了 他就把我剛剛畫的圖變成這個樣子 感覺還可以啊 接下來我們來玩一下填充的部分 在Tour這邊選擇填充 提示詞先都不要放好了 然後選擇V3的這個 我們先拉一張圖進來 把這張圖拉進來 我希望他變成寬螢幕的 所以首先我們要先做一件事情 就是我先調整他的影像尺寸 我把它調成高度是720 板面呢我要把它變成 這個維持在中間變成1280x720 這樣 然後我要填的地方是 左邊跟右邊 那我一次先填一半好了 我先填這一邊 然後這裡按下 那 產生 然後我選一張適合的 選這一張 接下来右边的部分 还是一样 先选一个选取范围 按下产生 找一张适合的 接下来我们把它放大成 1920x1080 所以选择Tours里面的 这个Upscale 然后这里可以选择放大几倍 比如说两倍啊 四倍 八倍 十六倍这样子 这里没办法使用 这个Upscale 原因是因为长跟宽呢 其中一个不能大于1024 我要1920x1080 就已经超过了 所以没办法用 所以如果要放大的话 只能到StabilityVision里面去放大了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另外一个功能 就是Image的地方 Image的地方这里呢 有一个选项叫做Reference Image 就是你可以参考这个Image的部分 那原先的设定是None 那现在呢我把它给 把它给启动了以后呢 你就可以选择你要参考的东西了 比如说你可以参考那张图的深度啊 或者是它的姿势啊 或者它的边缘等等的 那这部分就跟那个StabilityVision很像 那我就来参考一下它的Pose的部分 它的姿势的部分 然后这里呢我先拿另外一张图来试试看 这里 我选择是这张图好了 我把它拉过来 在这里 那我希望跟它的姿势很类似 所以呢 怎么做 你要先选择 这完整的一张图 所以这个选取工具选择这一张图 它就会把这一张 你选到的这一张呢 拿来做参考 而且是参考它的知识 再往下这边呢 可以看到这个参考的强度 预设式1 你可以往右边 那这个就跟ControlNet的地方很像 所以目前呢 我先用预设式1试试看 按下产生试试看 那至于这个正向跟反向的提示词 就维持我之前的设定 就是从我之前的教学影片 扣下来的那个部分 我们来看一下结果 我这里采用的是V3的模型 所以这里就可以看一下 这个图呢 事实上是参考这一个 有没有 很像对不对 它整个知识都参考这一个 那因为我的提示词 是画图的 跟画图有关的 所以它做出来就是像那种 绘画的感觉 就这样子 所以各位呢 你也可以试试看 这一个Tour 这个Image的部分 然后采用Reference Image这里 同样的这个Transfer的地方呢 你也可以有这种参考的图层 来做这样子 那这里也是要输入那些提示词 那这部分呢 跟这个其实就有点像了 所以各位可以自己试试看 这次的影片就到这里结束了 希望大家帮我 点赞 订阅 分享 及开启小铃铛 谢谢